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58的个儿为什么看起来像1米78的 屯下脚就是我们大腿后侧连接大腿根的那个位置 它练好我们是可以拉长我们整个股线 然后整个腿部的线条比例 今天用哑铃分享三个针对屯下脚的动作 视频会有一点点长 但是非常详细哦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 第一个动作就叫做下呼深蹲 害怕腿出的宝贝啊 双脚之间的距离尽量大于两倍肩宽 核心收紧膝盖不动的同时屁股向后掘 用臀部跟后脚跟的力量把自己蹬起来 主要是这里哦 在这里如果继续往下蹲 屁屁超过膝盖高度的话 臀部就会眨眼睛 腰部也会酸 大腿也会辅助发力 天呐这个太重要了 有这样困扰的宝贝赶紧分享给她 第二个动作呢叫做相扑硬拉 它跟深蹲很像但是又有不同 不同的一点就在于它是做宽关节的一个屈身 我现在向下蹲的时候 屁股是进行的向后撅的 膝盖不动核心收紧 进行的去感受大腿后侧跟的位置 去发力拉起哑铃 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一个载具的硬拉 是我们第二个动作的另一种版本 我这里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他们的腰会酸 为什么我做这个动作 我的腰会酸 是因为你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动作 下腰了 就你的腰部就这样子 这样子的腰部压力就很大 然后你的核心是没有 你看我的肚子核心是没有收紧的 所以你要 收好核心啊 捧住你的腰腹 然后再去向下 以上动作呢 非常有效的 重量一定要轻一点 核心收紧 动作标准 在我们腰部酸的情况下 尽量把你的屁股拘出去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拜拜